文章来源 张江明媛 我跟小冬好久没联系了 上一次联系还是在十年前一个前同事的告别宴上 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 打交道不多 但印象中的他是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有一年 他还被外派到广东下面一个镇挂置了副镇长 那时候 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是会被重用的 有一回吃饭 提起那转挂置的经历 他特别兴奋 说做记者跟挂置还是两码事 做记者毕竟是外人 深入不了基层的毛细血管 但是挂置你算是自己人 可以了解到很多做记者了解不到的事情 他说 他打算写本书讲讲这段经历 但至于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还没想好 再后来 那本书出莫出 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说他去做心理咨询了 而且是自学的 我后来因为也离开了报社 跟小冬的联系变少了 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他的动态 但他给人的感觉一点没变 尽管换了一个跑道 但依然对新的工作充满热情 他的朋友圈里几乎都是跟心理咨询有关的内容 后来视频号出来了 他还特地做了一个视频号普及心理学的常识 但最近的一个视频有点不太一样 他在视频里求职 视频里小冬戴着厚厚的眼镜两鬓斑白 他说孩子大了 家里人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 心理咨询算是自由职业 生意时好时坏 没办法养家糊口 但他也不想找跟写稿有关的工作了 没办法久做 保安的话可能也做不了 因为深度近视 我看了 有点泪目 一个这么有理想有才华 做了二十年调查记者的人 到了五十来岁还要找工作 这个时代对不起他 小冬这样的人要是生活在别的地方 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记者前辈 是一位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专家型记者 可能依然活跃在新闻调查一线 一年出一本书 偶尔拿个普利策奖 哪怕他转行做个心理咨询 也会是非常优秀的 虽然我不太懂心理咨询 但是看了他的视频 从内容角度来说是非常专业的 可新媒体讲究的是短评块 内容扎不扎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标题要唬人 内容要鸡汤 一个做深度报道出身的人 是肯定不愿意与这样的大环境妥协的 好像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越有理想的人总是越不受待见 总是越受伤 我还有个前同事叫楚朝新 中国最优秀的时政调查记者之一 前年我在长沙跟他吃饭 我发现他的羽绒服的肘部破了个洞 他说优衣裤的 很便宜 穿了好几年了 还能继续穿 他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我说你怎么还在做自媒体 去大厂做个公关什么的 不香吗 他说好多大厂找过他 条件都非常好 但聊了之后 发现自己干不了这个 还是想做记者 可是中国已经没有他可以施展空间的平台了 只能自己开个号写 写一个 封一个 这些年 我都不知道他被封过多少个号了 我以为他都放弃了 但他还在写 写不了调查类报道 就写新闻业务的东西 给想干新闻的年轻后辈看 河伟卖车的消息 前两天在朋友圈很火 很多人都在感慨 连河伟这样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作家都离开中国了 这说明了什么 其实 中国不缺自己的河伟 小冬也好 潮汐也好 都是中国的河伟 甚至远远比河伟 更爱这片土地 河伟不喜欢可以离开 但是他们走不了 这里有他们的家人孩子 有他们的朋友 有他们深深眷恋的东西 在最近的六盘水案中 潮汐又开了一枪 拿到的料一点不比正规均少 我另外一位仍在新闻一线的前同事李维敖说 他最近收到的新闻线索太多 可能一年都做不完 这是时代的幸运 尽管时代辜负了他们 但他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也是时代的不幸 正如一个朋友在转发小冬的那个求职的视频时所言 曾经铁肩单道义的行业 有离四散 真想把这个时代的耻辱记录下来 当然不用我记录 他也会被定在历史上 我记录了 我记录了